公车停靠在路旁 一动也不动 过了段时间 看似在等乘客上车 但其实 司机拎着便当 从容上车 准备往下一站出发 这可让乘客气炸了 怒控全车上的人 都在等司机买便当 离气行进 民众听了 大多都难以接受 公共事务单位 不应该让客人等候 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包括一秒钟 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 我不能接受 我是乘客 大多人接受 怎么说 我为什么要等你十分钟 毕竟不少人赶时间 却得等司机买便当 业者解释 依照规定 驾驶不能下车购物 已经对司机惩处 我觉得那个便当店是不错的 他就想说 因为乘客也不多 所以说他就是 有打电话去跟他备便当 如果是执行中下车购物 我们就是继大过一次处分 下车买便当 影响民众乘车权益 交融局已对该业者进行处分 不过司机用餐时间 大多是趁休息空档 在车上吃饭 禁止下车购买 毕竟对乘客来说 搭车只想尽快抵达目的地 记者黄翔富王百英台中期房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